敬唐勇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的弥撒,1月25日,圣教会庆祝圣保禄宗徒的规划庆日。 让我们回着感恩的心,现在承认我们的罪过,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祭,与主相遇。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 主,耶税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是罪者,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者,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佑者,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借圣保禄宗徒的宣讲,训毁了普世万民。 今日,我们庆祝他的规划,求你恩赐我们效法他的榜样, 时常服从你的圣意,在人间为你的真理做见证。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为天主,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中途大事录。 那时,保禄向群众说, 我原是犹太人,生于基雷基雅的塔尔索, 却在这城里长大,在迦玛利尔祖前, 对祖传的法律,承受过精确的教育。 对天主,我也是日成的,就如你们大家今天一样。 我曾迫害过这道,直到死地,不论男女, 逮捕,捆绑,送入狱中,就是大司祭和整个长老团, 都可给我作证。 我从他们那里,领了给弟兄们的文书, 往大马士阁去,有意把那里的这样的人加以逮捕, 带到耶路撒冷来处罚。 当我前行临近大马士阁时,约在中午,忽然,天上有一道大光, 环射到我身上,我便跌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少路,少路,你为什么迫害我? 我回答说,主,你是谁? 他向我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那个,那扎雷人,耶稣。 同我在一起的人,只看见那光,却听不见那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主,我当做什么? 主向我说,你起来,往大马士阁去, 在那里,有人要告诉你,给你派定,当做的一切事。 由于那光的炫耀,我看不见了,就有我的同伴用手领着, 进了大马士阁。 有人名叫阿拿尼亚,是前程守法的人, 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都称谓他。 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向我说, 少路兄弟,你看见吧? 我当时向他遗忘,就看见了他。 他说,我们祖先的天主,遇见了你。 叫你认识他的意愿,看见那位议者, 并由他口中听到声音, 因为你要向众人,对你所见所闻的事,为他做证人。 现在,你还迟言什么? 起来领洗,呼求他的名,消除你的罪恶吧。 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一切民主,请歌颂上主。 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因为他的人爱,因为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 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阿雷路亚!阿雷路亚!阿雷路亚! 主说,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 阿雷路亚!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显现给宗徒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 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 因我的名,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手拿毒蛇, 甚或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 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 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今天圣教会庆祝圣保禄宗徒的规划日。 而保禄宗徒呢,他规划了以后呢, 他不怕千辛万苦,努力地去建树我们的圣教会。 所以今天呢,就简短地跟大家说一下有关教会的事情。 有的人说呢,我很爱天主,我爱耶稣。 但是呢,我不爱教会。 因为教会呢,毕竟是由人组成的。 在教会里呢,有很多人事的关系,权力的斗争。 只要我对得起天主,自己祈祷就好了。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看一下圣保禄的规划体验,可以看到一个答案。 在今天的读经一里,圣保禄在他这个特别的时刻, 天主跟他这个接触的时刻呢,他被打倒在地上。 有来自天上的声音说,扫禄,扫禄,你为什么迫害我? 这个保禄宗徒,他明明迫害的是基督徒。 天上的声音,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主。 他的声音说,你为什么迫害我? 这个也就是说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说,对基督徒所做的, 也就是对基督所做的。 我们的基督奥体,耶稣基督是头,基督徒呢,是身体。 头和身体共同地组成了一个基督的奥体。 教会呢,就是基督徒的一个团体。 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如果说只爱基督,不爱教会的话, 就是活生生的,要把这个头和身体给分裂开来, 这是不可能的。 兄弟姐妹们,这个给我们什么教训呢? 我们看有两点。 第一点呢,我们需要尽力地保持身体各个部位的团结共融。 也就是说,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共融。 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 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 即使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我们也需要以爱德在彼此的谅解中努力地保持心神的合一。 这是我们的头基督所重悦的。 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和看得见的兄弟姐妹共融, 我们就很难说我们只是爱天主, 这个爱是真实的。 第二点呢,这个基督奥体。 基督是我们的头,是不可见的首领。 教会呢,也有一个可见的首领, 就是我们的教宗。 所以我们天主教呢,是至一,至圣,至公, 传自宗徒的教会。 所以其中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是传自宗徒的教会。 我们不是彼此的独立的一个教会。 我们是合一的, 在宗徒及其继承人的领导下。 所以我们要在信德和我们的伦理的教导上, 我们需要聆听圣教会的宗座、教宗的声音。 因为信仰告诉我们, 是天主圣神引领着我们的教会和教会的牧者。 主内谦的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圣教会中成为圣教会的一员, 而感恩,感谢天主他的招教。 让我们也在今天特别的感谢圣保禄, 他是外邦人的宗徒, 他不辞辛劳, 把信仰传播到天涯海角。 我们都是外邦人, 我们都不是犹太人。 所以因着宝禄及其他的传教士的辛勤的劳作, 我们得到了信仰这个礼物, 让我们也努力以信心来爱慕天主, 以共荣的精神来建树教会。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口的果实卖面饼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酒水的掺和象征了天主主我们的人性, 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 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牢口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 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 求你悦纳。 上主,求你洗净我的罪污, 抵触我的牵游。 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胜负,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你曾光照了圣保禄宗徒, 促使祂不断宣扬你的光荣。 今天我们纪念祂的规划, 向你献上礼品, 求你也派遣圣神以信德之光, 指引我们在生活中为基督作证。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因为你曾将你的教会建基于宗徒身上, 使教会在地上成为你圣洁的永恒标志, 并把天国的福音宣报给普世万民。 因此,从现在到永远, 我们随同所有天使, 热诚地向你欧歌, 不停地欢呼。 圣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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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因此我们计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我们的无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 同真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我们的主宝圣若瑟 诸圣宗徒 圣保禄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祝你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照来付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愿起着圣地圣雪 会有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我祖耶稣 我真心却幸运你 在身体消失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失灵你 请收我生命身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但愿我们所领的圣体圣事 在我们心中激起传扬福音的热忱 使我们效法圣保禄的精神 以炙热的爱火 为普世教会服务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城 你们去传布福音吧 感谢天主 春天 春天 春天